以忽所書一章八節,我們一齊讀 這因典是神用諸觀智慧聰明,匆匆足足,賞給我們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要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報備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同歸於一 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者原是那位隨己以行作萬事的 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叫他的榮耀從我們 者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 好,在這裏停下 第七節就講到這個恩典,由第八節開始講這個恩典 我們藉者愛子的血得蒙夠熟,過範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這裏就講到我們能夠得赦免,我們聚得赦免又得到救熟,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這裏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神本身賺很多恩典,本身有很多好事 神是想救人的,祂有憐憫的心,祂有肯付出代價,就是耶穌基督的生命 為我們死一十字架上,這個很大的恩典,為了救我們 祂愛我們,祂肯付出代價,來救我們 所以我們就感謝神了,神用這麼大的代價來救我們 我們感謝天父,我們就回應神了,祝神的愛,祝神的恩典 祝神給我們一切,祂的計劃 因為有耶穌才有一切,沒有耶穌就沒有赦罪和救恩 耶穌也沒有醫治,沒有耶穌也沒有萬物 因為其實如果不是耶穌的保守,這個世界是變得很差很快的 是基督徒令到這個世界好很多的 很多的救濟工作,還有很多人做一些事情 令到社會更加好,有很多都是基督徒 他們令到這個世界更加得到神的恩典 並且因為他們愛神,所以神祝福這個地 好,由第八節 這個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忠足足賞給我們的 這裡有說到這個恩典是用兩樣東西來形容 是什麼呢? 智慧和聰明 是的,神用智慧聰明 另一樣東西呢? 是粗充足足足的 是的,是很豐富的 其實還有三樣 很豐富的是什麼? 恩典 想給我們,賜給我們 恩典,我只是形容這個恩典 這個恩典呢? 這個恩典就是救恩,然後有很多東西 因為後面也有說到基業 基業其實所有我們基督徒有的都是基業 都是產業 用諸般智慧聰明 有些人就不覺得救恩是這麼智慧聰明的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救恩有什麼這麼智慧聰明呢? 你可用你的方法形容到救恩為何這麼智慧這麼聰明呢? 嗯,神是有個計劃 是要耶穌有個寶寶母胎出生 然後就去施生養行洗禮 然後又傳福恩給人,又救人 然後看他預定的日子就釘十字架 其實他是有那個計劃 是的,他有計劃 即是叫人和神可以和好 即是叫人和神可以和好 有很多方面的 其實你越想越多 你再想想 即是神要成就這個救恩和救到我們 他有些什麼智慧聰明呢? 你再想想想有些什麼 很多的恩賜 即是有人會說鬼 我們又可以敬拜聖詩歌讚美主 即是有聖經 即是各樣的資源給我們 好,這就是神給人各樣的恩賜 可以傳福恩,可以趕鬼 可以做各樣的事 還有些什麼呢? 你說的全部是對的 我只是想你們再想多些 神救到我們有幾大的 用多少聰明智慧 聰明智慧的相反是什麼? 如絕 如何顯出神的聰明智慧? 如果細心想 神有那些智慧 那些恩賜 他才傳給人 傳給人 那些人又會領受到 又會學到又會用到 這就是聰明智慧 他救人 因為神是充滿慈外 但他是充滿聖結公義 他有罪一定要罰 他不能夠 因為他不能夠將他的聖結 稍微減少一些 他的公義 所以他沒有辦法能夠赦免人 除非有一個救贖主 這是由他的智慧 就是耶穌來到為我們死 因為世人沒有一個救到我們 大家想想 他行神跡 他行神跡 都令到一些橫緊的人 都是想救的 即是都給他們看到 到現在這個世代 都還有神跡 OK 用神跡 神跡都有聰明 我們現在因為這裡 講到聰明智慧 神跡都有聰明智慧 即是神會 在他的智慧裡面 他會明白 神跡會怎樣改變人 和神跡會貼合那個人的需要 令到人看到神的恩典 即是我們去想智慧和如絕的對比 例如魔鬼行的假神跡 他真的有些事情出來幫助人 不過他幫助後 那個人在別的地方 又會有問題 例如邪靈 他可以趕去小鬼 不過他跟著有大鬼 他趕去小鬼 然後這個人又有病 或者他又很煩惱 又很憤怒 即是他沒有這個智慧 他是能夠把整個人搞定 他也沒有這個心 想把整個人搞定 然後他最終 那些人有邪靈 那些人 如果你上網去GoodTV 台灣的 你會看到很多 他們很快會引誘那個人 你快點自殺 你沒有用 你做不到 你沒有人喜歡 沒有希望 你跳下去 他就會這樣 即是他想快快手手 搞定這個人 死了就下了地獄 就多一個人 即是他會 他根本不是有智慧聰明 去祝福人 OK 其實我想大家去想 發揮多些 讓大家更加明白 譬如智慧聰明 其實你想想你自己也是 我本來怎樣差 怎樣不行 但神怎樣把我改變 根據我的需要來 來貼合我的需要改變我 這個就是智慧聰明 譬如我呢 我是很講證據的 我跟很多人很不同 我後來我發覺 因為我以為人都會像我 但我發覺很少人像我 當我聽到有神 我是很有興趣的 立刻說有神 我要了解是否真的有神 要找證據 當我找到證據 神真的這麼真 那我就全心信了 我不需要人說服我的 因為我知道它是真 有天堂 有地獄 有耶穌會救我 耶穌會祝福 其實那時候 也不是這麼強調祝福的 就是想到平安喜樂 神會改變我生命 就是會這樣想的 神就知道我很想找證據 向我傳呼的那個人 很簡單和我說了一樣證據 我聽完 他就說牛頓 就弄了一個儀器 有太陽和九大行星 有一個朋友來問他 誰弄的 他說沒有人弄的 就自己變出來 朋友說沒有可能的 牛頓說 為什麼那樣東西這麼小 你就說他一定是沒有自己變 全個宇宙 不是 這個一定有人弄 為什麼全個宇宙就是自己變出來 我聽完我就想 對呀 你看到什麼都有人弄 這個宇宙怎麼會變出來呢 我就去想這件事 我就很有興趣了 我知道我很不同 因為這個五號形 性格就是尋求知識 當我知道那件事 我就會更加尋求全面性了解 我有一次看到聖經搜冊 裡面有些聖經 關於耶穌的語言 我就花去自己 慢慢揭聖經 逐句逐句研究 有些人不是馬上看得明白 我就會思想 為什麼 為什麼 去找 神就貼合我 我的需要 我全福音的人就說這件事 早些有人去過我家 全福音的人 他說什麼 信耶穌要永生 我爸爸叫他走 我都覺得 你怎麼知道有神呢 你說信耶穌要永生 你就說 第二句說 我信他有永生 第二句信這個有列盤 我怎麼知道誰是真 在我來說 我一定要知道他是真 我才會信 在我來說 但是神就用了這個方法 你們有沒有發覺 神為什麼用智慧去救你 好像牧師所說 會貼合你的需要 和會給你領受 譬如你看到聖經讀到那句 覺得好像很講中子心情 神會給你說話 好像貼合自己的需要 是的 第一是在救我們 第二是在我們提升的生命 都一直一直提升 就像譬如我經歷聖靈 很多人經歷都不像我這樣 那麼大回應 但是神就會給我 裡面有這種 其實這也是神 產生在我裡面 有這種心 我一看到神這麼好 我就馬上改變 但是為什麼神 給我早點經歷呢 其實富爾曼 我曾經以前去過他最後一次 不過那次是很遠 很遠 坐得很高 就沒有機會他按手 他按手 我看到都是二十多人出來 就是有一群人出來 不過他立刻按一陣 他就走了 其實那時候他第二年已經離世 我在他離世之前那一年 的時候我去到那個聚會那裡 那麼 我又在想 為什麼神不讓我那時候經歷 那麼我以後都不同了 但是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覺得 有些經歷聖靈的人 他們講聖經是有缺乏的 他不是那麼深入 那麼神就讓我去 後來 初一頭就信主日 播道會 後來在宣道會聖經大學 後來就在路德會的神學院 就是那裡分辨律法與福音 是改變我很大 到今天我都覺得這個教義 就是說 他們主要是福音的 我現在擴闊是恩典 以及如何活在神的愛 輕輕鬆鬆享受神 當我了解這件事之後 我就能夠改變 還有神學院如何分辨教義 有些是清楚聖經講的 有些是我們可以用聖經去推論 而有些是不能夠肯定的 只是憑聖經是不知道 譬如天堂是怎樣 我們知道一些又不知道一些 天使是怎樣 我們知道一些又不知道一些 神的計劃 我們知道一些 但也有些我們不明白 有很多神的做法我們不明白 神的智慧是很重要的 分辨 有些聖經沒有講完的 你不要當正 它一定是這樣 你一定要說 就要告訴別人 聖經講到這裡 下一步你不要推論 你只說聖經講到這裡 這樣的時候 我們講的就不會有錯 但我發覺有很多教義 他們會推論很多東西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神的智慧 讓我不要這麼快的經歷 但是我看了 我心裡有一種渴慕 然後過了很多年之後 我才經歷 那時候我大約七五年左右 看到 然後我到九八年 二十三年之後 二十三年之後 我才經歷 聖靈 神也讓我這個人很不怕 我一看到那些 我一點都不怕 有些人看到我 就怕得不得了 我又不怕 我渴慕得不得了 這就是神的智慧 在每一個人生命 大家都可以回家慢慢想 神如何用智慧聰明 當然這裡聖經所講的 最主要就是神如何預備 由舊一路預備 耶穌來 一會兒我會講一講 他那種智慧 因為下面有講到 日期滿足 我一會兒會再解釋 好了 充充足足足 想給我們 那有些什麼重點 在這裡 充充足足足 想給我們 全部給了 是的 全部給了 那我全部給了 就是包括什麼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包括什麼 很多 我們有空氣、有水、有太陽、有花、有草 就是水果 還有神又給了很多 我們的智慧 我們怎樣可以去做衣服 煮飯 很多東西其實全部都在心裡 好了 這些是自然的領域 自然的領域 這裏講到的主要是 神的救恩那方面 神的救恩計劃那方面 有些什麼 充充足足呢 就是神永生 是的 而永生是好到不得了的 在那裏 再沒有任何的罪 沒有任何的煩惱 我們都很難想像的 為什麼可以 怎麼沒有罪性呢 就是這件事 神可以這樣解脫 是人做不到的 沒有人做得到的 就是沒有人能夠有方法 將人的罪性全都丟掉 還有什麼呢 就是很豐富 譬如說 恩賜可以提升到一個很高的層次 明白聖經可以去到一個高的層次 這樣呢 或者解釋聖經 怎樣幫人 亦都可以去到一個很高的層次 整個人的生命都可以改變 是的 去到一個很高的層次 這個就是匆匆足足 匆匆足足 就是不只是有智慧 是有很高的智慧 不只是有能力 是有很高的能力 不只是有分辨的能力 是有很高的分辨能力 就是高度的發揮 我突然想到 常人的因點就是 他的救恩可以改變一個人 就是他可以有很多問題 變成一個聖結 或者是一個很開心 平安喜樂的人 是的 而這個改變是有程度的 開始經歷了一些喜樂 後來慢慢就算被人罵完 都一樣不受人影響 被人擊完環境怎麼差 都一樣能夠處理到 這個就是匆匆足足 即是更加高層次 好了 由這裏看到神那種智慧聰明 和他匆匆想給我們 神的屬性是甚麼呢 由這裏看到 想人都有學 想人都有這份榮耀 這份榮美 OK 很想人有這種榮美 除了之外 這也是他的一部分 即是他的想人 首先你想屬性 想到他的本質 神的本質 首先他是聰明智慧 聰明智慧 超越一切人想像 沒有什麼想像到的 怎麼想像到呢 你想想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做電線 有時候要捐到機器的後面 穿電線 例如有車 以前是自己做車的 自己做一些東西 那些電線在後面 真的很難做 幾條電線都很難做 但我們的腦 有很多很多的電線 有些人說 如果把腦的電線 全部變成一條電線 是要用九個大的音樂廳 才能安裝到那些電線 但是神可以將它全部放進去 放得剛剛好 全部都是用電傳遞 你眼裡收到的電傳遞 但到腦裡懂得分析 是看到什麼 耳朵傳遞 就知道聽到什麼 而你聽到就很奇妙 譬如給你一些電線 你怎麼會聽到很美麗的音樂 海浪聲 人的聲音 其實人的聲音都很美麗 為什麼有人的聲音 有這麼多種不同的聲音 而耳朵會聽得出來 聽得這麼好聽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他的智慧的高度 是我們沒有想像的 人沒有想像的 做了一些東西 好像完全接近神 就算電腦很厲害 但電腦是很多很多的缺陷 第一,他電腦不懂得自己的感覺 他沒有這個自我存在 電腦不會變成一個人 而且他很樂意給人 他又很豐富 所以你的生命 有沒有想過想得多少 想得多少豐富 還有你有沒有分辨自己得到多少 怎樣可以得多一點 所以我都是求神幫我 靈開通了 放下所有人的影響 以至神給我的思想領域 可以提升、提升、提升 那個恩賜的發揮 去提升 祝福更多人更提升 我不是為了我自己 牧師,我突然想到 我覺得智慧聰明 其實聖經也是一個神給我們的禮物 即他有很多真理 在裡面 是啊,聖經是充滿智慧的 因為有很多人覺得 哎,聖經那些 當然覺得老生常談 你做好人 什麼什麼 但是他裡面的說話 當人去做 真的發覺是蒙恩的 而他用很簡單的方法 裡面也包含了很多神的美麗 譬如耶穌教別人 你不要擔心 他不只是說不要擔心 你看那些鳥仔 神如何照顧他們 神的屬性 神照顧他們 神也會照顧你 在裡面 當我們看的時候 看到神那種屬性的美好 人給他改變 就會很整體提升 好了 第九節 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 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暴秘 這個說到就是預定 大家想想想想想想 譬如有個有錢人 我要預定我的兒子 將來讀書得很好 結婚有一個好的對象 生兒子每個人都很乖 譬如有一個人 他有足夠的資源 他的錢 可以供應他的兒子一切的需要 我便說 我預定我的兒子要這樣 但是可不可以有把握成就 沒有把握的 他兒子聽不懂的話 我也不知道 因為可能他做了一下 他兒子說 有沒有搞錯 你經常都叫我做什麼 做什麼 已經反叛了 甚至他自己 其實通常人結婚的時候 會說 我將來要離婚 會不會這樣想的 不會的 當然是說 我這個婚姻我要好好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的 但是到了後來 就會發覺很多問題 人怎樣預定都好 都不會好像他心所想的 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想回我們生命中的計劃 有幾個東西是 我們令到他真的做得好 有些的確是神給我們能力做得到 但是呢 我們發覺 每一件事都是神給我們額外聰明智慧 所以我就是神 你叫我能夠走到這條路 神的恩典神 能夠預定到 計劃到 知道祂子的奧秘 這奧秘 聖經所說的奧秘 第一就是救恩奧秘 第二就是愛邦人都可以得救 也都是神如何拯救人 這都是祂的奧秘 但其實神的奧秘不止這些 但這些奧秘 我們現在聽上來 我們現在聽慣了 知道耶穌死免我們罪 為我們死 我們悔改信耶穌得救 我們就覺得很普通 但是這個是神的奧秘 在舊約一路指示他們 用盜蜜獻祭 然後呢 將來這個是預表的耶穌 或者這個羔羊的血 吵在門上 這個是預表耶穌基督的 這個是神很高的智慧 能夠耶穌基督 居然可以代替人死 能夠成就這個計劃很高的智慧 好了 第十節 要照他所安排的 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裏同歸於一 這個 這裡講到 有什麼特別字眼 大家看看這裡 有什麼特別字眼 就是滿足 就是到了那個時間 然後又要安排 OK 日期滿足 還有呢 歸一 同歸一 還有什麼呢 是地上所有的一切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萬物都同歸一 天上有什麼天上 天上就是講到神和天使 即是跟我們都能夠合一 即是神所有的創造有屬天的 有地的 都全部在神裡面都合一 包括了動物 包括動物 生物 即是看到這個合一 其實每一個詞 我們都可以看的 安排 即是神安排在日期滿足 這裏呢 我講完這裏 我們就今天結束了 日期滿足 其實很特別的 很多東西 現在我盡量簡單地說出來 第一 在大約書第二章 就有一個 那時候 巴比雷王有一個夢 那夢呢 他又忘記了 他又叫一些術士去解 去找 解夢 解夢就沒有人解到 接著呢 他們就說 有達爾里 他是有神的靈 他能夠解釋 那是這樣的 那達爾里就告訴他 有一個夢 你的夢呢 就是有一個很高的人像 金頭 銀胸 銅腹 銅腹 鐵腿 但腳是半泥半鐵的 接著有一塊 不是人手所做的石頭 打來 將這個象打爛 就撇滿天下 那這個呢 接著他就解釋了 他說 金頭就是你了 巴比雷 然後 在你之後 有一位來的 就是馬代波斯 就是馬代波斯人 然後 就是同覆 就是希臘 其實在大約書 有講到這兩個 波斯和希臘 的魔軍 有講到的 然後 最後 就是羅馬 而他講到這四個帝國 他形容得很好 金頭 巴比倫 是很輝煌的 那麼 馬代波斯 就是有馬代波斯人 合一 所以有左右手臂 然後有希臘 就是同覆 一個 然後羅馬 後來分裂為東西羅馬帝國 所以有兩條腿 而羅馬帝國很剛強 因為他那些士兵 你看到電影 羅馬士兵 是很厲害的 好像鐵一樣 但是他就越來越弱 如果你讀歷史 你就看到羅馬帝國 慢慢分裂 成為歐洲不同的國家 慢慢消失了 阿歷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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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臘 而耶穌在這個時候 即是羅馬四個帝國 就石頭打來 石頭打來 就是神 將他毀滅這個帝國 然後建立神的火 而幾個帝國都很特別 第一 巴比倫 就是懲罰以色列人 因為他們不聽話 然後波斯 就被他回來 不知為何 神可以感動波斯王 就被他們回來重建 聖殿和聖城 這件事真的沒有可能 明明捉了這幫人 那幫人 他們的忠心思想就是聖殿和聖城 居然他被他們回去重建 明明那些人是他之下 當然想做奴隸 讓他回去 這就是聖靈感動他做的 然後就是希臘 希臘 希臘很特別 又是預備神的天國 阿歷山大帝就是希臘 他很深信希臘文化的美好 他去到哪裡呢 他就叫一些希臘的教師 去到一個地方教人 希臘文 我們來說希臘文是難的 但他教到那些人懂得希臘文 結果希臘文成為當時的 那個世界的主要語言 所以保羅寫了希臘文 他就寫 其實新的全都是希臘文 但有可能那個原意 以色列人所說的就是阿蘭文 其實希伯來文混了外邦人的語言 成為一種語言 就是阿蘭文 在耶穌的時候他們所說的 那些有知識的人就會學了希臘文 即是神就預備了希臘文 所以保羅就用希臘文 他就四圍可以傳開 然後羅馬 羅馬神就預備了很多路 所以羅馬的石 做了路 四圍都有 結果傳呼变的時候 就可以去到這麼多地方 即是神就預備這幾個帝國 讓他回去重建 有希臘文 然後有路 亦都預備聖殿和聖城 在主前五百多年的時候 將近六百年的時候 他們忘了國 過了七十年之後 回來重建聖殿 因為聖經說到 在《馬來基書》第三章第一節 就說到 神自己要回來 在聖殿出現 所以他們重建了 他們重建了 但怎知道 重建了 過了五百年後 會殘舊 但神又會感動 希律王 這個很兇的人 殺了三個兒子 和一個太太和一個岳母 因為他妒忌他們 他怕他們翌日奪位 他就殺了 那麼殘忍的人 和殺了八利行周圍的嬰孩 那就是他們 但他會感動 就是衛以斯林 整個聖殿 將聖殿的地方 擴大一倍 然後就用很重的石 有些石重到800噸 多數的石都是幾十噸 不幾十噸都很重 那麽多的石頭 整個聖殿出來 就為了耶穌將來出現 而耶穌出現之後 過了一個世代四十年之後 又落散了 這個聖殿又毀滅了 這個聖殿 就在耶穌主前十九年開始起 到耶穌那時起了大部份 然後呢 在那時還是修理修理 然後當他來了之後 聖經說他被殺 然後就毀滅 好像為他而設 那樣的 這些都是神的時間滿足 就是預備好這個聖殿 然後耶穌來 來後就拆毀 然後就打仗到底 這些都是神的安排時間 是非常美好的 以及以斯利人 因為他亡國 變了很多人就渴慕 所以耶穌來的時候 他們是很開放的 不過因為宗教的 就是宗教領袖去抗拒 宗教領袖 因為他們覺得 我批准才是好 所以 斯西約翰來到 傳這個悔果的福音 這個信息 那些人覺得很大 那些 掌權的 那些 祭司和長老 和法利塞人 就不接受 那由耶穌來 明明耶穌行那麼多神職 但是他就不肯相信 他是神的兒子 但是呢 人民很多是相信的 這個都是神做的工作 預備的工作 以至呢 能夠成就這個救恩 這些一切都是有神的計劃的 所以我們自己 看回我們也是 我們時候滿足的時候 適當的時候 神就帶領我們信耶穌 帶領我們成長 所以我們看到 原來神什麼都有安排 那這個神的屬性是什麼 什麼呢 不入智慧 有計劃 有計劃 他掌管歷史的 歷史是他手中 歷史完全在他手中 他一切都掌管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欣賞神的作為 神掌管一切 所以我入了神的計劃 最聰明 最智慧 不入神的計劃 是最蠢 為什麼呢 因為世上沒有人 像神那樣計劃得那麼好 現在我們開始入神的計劃 都不是太遲 其實我們以往生命 有那麼多破口 那麼多東西被魔鬼搶了 我們現在可以拿回 當我們走回神的路 有平安喜樂 有神的力量 有神的同在 就可以一步步拿回 即是不像這些人那樣 我宣告宣告什麼 不是一定這樣 宣告是可以的 不過不只是宣告 你首先要真是相信 神真是掌權 接著呢 就給他管理 這個部分就是處理心 我給他管理 我的情緒 我的罪 我的不好的事情 都給他管理 還有我 一方面處理內心 第二方面是處理實際的事情 我們要處理實際的 譬如我怎樣跟他相處 我要處理 但我首先不給他影響 我的內心 平安定省 接著我怎樣改變他 有時改變不到 我立即接受他 這個就是處理 周圍和空氣 不是說和空氣 就是我要奪 偷摔毀 這個OK的 不過一定他要 深信和行動出來 他不行動出來 即是宣告不會解決 還有有些人有這樣的想法 你和我說完 我身上邪靈 我有些問題解決 如果真的有邪靈 是會說的 不過有時有些人 他們總覺得還差點 不知道有些什麼 總覺得好像很不搞定 很多家族的奏作 他們那些犯了罪 帶來很多後果 所以仍然有影響 就變得很複雜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清理 還分開自己的故鄉 在地土上 不知宣告 是 我自己就覺得這樣的 真是耶穌是得性 耶穌是掌權 我真是親近神 處理生命 走神的路 我又看到有什麼受影響 我要處理 而且都要趕邪靈 不過有時候 有些人都不是趕邪靈 有些人說 哎呀 你不知道追溯什麼 但我覺得 太過 就是好像永無止境 你追到幾代 怎樣追法 怎樣處理 真是好像永無止境 但我好像不肯定 但其實當我們走在神的計劃 我們將身體獻上當中活製 心意 不要下化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聖經講就是這樣 聖經沒有說 你要清理了 就是祖宗十八代所有的東西 聖經講就是 就是處理和神的關係 將身體獻上 不要下化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神就開始帶你入神的計劃 就是聖經所講的最主要是 從神關係處理生命 然後遵從 這樣就一步步進入了 一步步看著自己 我現在開始不受人影響 我起落了 那就是神 我起落了 我做事有信心了 那就是神 有智慧了 那就是神 我和人關係現在改善了 我做功的力更好 那就是神 神可能有一天 讓我聰明智慧做更好的功 那這個一步一步 將失去的友誼 人際關係 自信心 自卑感 或者是工作的能力 逐樣逐樣拿回來 被神去提升 也神可能提升到更高的能力 那這個就是 就是神的完美計劃一路進入 因為聖經如果真的 那件事這麼重要 是要說出來的 但聖經是沒有說到 要這樣去處理 而是多些處理 是罪 思想 情緒 我們生活裡面的問題 OK 那這個經文我們看到 神的那種計劃 感謝神 我想問多一件事 是 在日期滿了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解經 是解過說 當神本身自己有一個數目 得救的數目 滿了這個數目 在那個日期的時候 所有就歸於一 你應該說到是末日 那末日 那末日呢 神當然有祂的 由這裏是沒有看得到的 其實聖經是沒有說到 有多少數目 不過在神裡面 神是有的 即是神是有的 不過 祂沒有說到 即是我們這樣說 我們推論 神應該有一個數目 或者人們的祈禱滿了這個金香爐 聖經有說到 金香爐滿了那個祈禱 到底怎樣的數目 我們不知道 總之我們做好 我們做的 不是那裏這樣解釋嗎 有它的時間滿足的 不過我們 到底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是有些推論 就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應該做什麼呢 聖經說了 你做好應該做的事情 就行了 我們做好我們應該做的 而很多人就注目了在什麼呢 譬如說 聖經每日 就注目在被災難 是沒有得被的 應該說我們注目在 我們可以怎樣發揮 怎樣給神使用 這些才是全面的 OK 在這裏經文 我們看到神是掌權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都 看到神的計劃 和祂多豐富 匆匆足足的想給我們 祂有聰明智慧成了一切 所以我們有信心 走在神的路 人就提升了 經常都深信 一定得的 神很勁的 祂一定幫我的 我只要親近祂 倚靠祂 信從祂 一切都會搞定的 這樣呢 人就會有信心 就不會成的 喬喬喬喬 OK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有封聖的恩典 封聖的慈愛 你有極大的智慧聰明 你有一個美好的計劃 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親耶穌來 日期滿足的時候 這個世界要完結 然後我們進入神的新天新地 主要幫助我們 走在神的旨意計劃 最重要是我們能夠 如何親近神 如何處理生命 又如何發揮生命 侍奉祢 求主師恩 提升我們的生命 賜給我們信心 有信心向前行 有信心有神的力量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阿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